这么漂亮的美女 也来路边吃火锅呢 您看点 今天晚上 她就老子 帅哥 不请我喝一杯 美女 是言她不识气 不请你喝呀 小子 换个地儿 是 黄哥看上了 对不住 我在这儿等人 先来后到 小子 你 行 我等着 美女 说 换个地儿聊聊 对不起 零花有主 原来你们两个认识啊 学员给耍老子 来人 来人 妈的 竟然敢拿胡 他们扑老子 知不知道 这是齐少的地盘 神都霸主 骑蟹甲的独子 齐宽鹏 没错 这是齐老爷子 发家的地方 你只是齐少在照看 你们竟然敢在这里闹事 找死不成 事是你们先找的 狗子也是 这些仙子 我们倒是 应该是 你能在这里闹事 老子说你们闹事 就是你们闹事 狗刀 小子 你敢在齐少地方闹事 你找死过什么 齐宽鹏 问问 有没有这个胆子 好大的口气啊 齐少 放了我的人 我给你个求饶的机会 小子 听到了吗 我要到齐少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对不住 手抖了 不过照你的意思 我放这 照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 谢就不必了 不过 我劝你好好管一下 你的手下 否则这丢的 可是你爸齐卸甲的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直呼齐一爷的名讳 你在我爸发家的地 当众虎妙 打漏我的人 现在居然敢直呼我爸的 小子 今天不给你交代 这点事 不过去 齐少要交代 这就是我的交代 小子 你他妈玩我们是吧 拿一袋破铜钱 就想应付我们齐少 这些铜钱叫买命钱 每一个铜钱 都能决定一位巨情大能的生死 而这一位 就是你父亲 神都霸主 骑蟹甲的买命钱 小子 你是被我们齐少下的失心疯了吧 什么狗屁买命钱 祸铜烂铁 今天呢 我父亲本来准备在这迎接一位大人 我不想把事情闹乱 不过看来小子 你没有这个自觉性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爸等的大人物就是我 而你 现在把场面一兵闹得很难看 小子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我爸 神都霸主骑蟹甲 自大牌荡起家 动和神都二十余年 得帝师勤赖 掌管齐天集团 横压神都所有门法师家 赢金 你配吗 这枚铜钱落地 一分钟之内 你爸就会跪到你的面前 到什么我会让他亲自告诉你 鹅梅 此次白先生出身 事关重大 待会见到他 一定要毕宫毕尽 我知道了 快吃吧 快 你面前落地 是白先生动怒了 一分钟之内不到 我会当天谴的 我骑假 也会断子绝论 鹅梅 快 快开车 快快快快 我出去开车 小花菜 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知不知道 神都多少豪门 都见不到我父亲的命 就凭你走 不知道从哪起来 一枚破腿 就想说到我 我看呀 这小子知道怕了 想找借口溜辣 咱们走 跪在这 一步一步地 爬出去 我就放了你 哈哈哈哈 齐坤王 你好大的胆子 爸 姐 你们怎么来了 不 不 归一边去 待会儿再收拾你 神都霸主 旗席家 拜见少主 秦鲁梅 拜见少主 少 少主 爸 他 我 我 你 你 你连白先生都敢冒犯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今天我要接的 那位大人物 爸 我 齐鲁家 你忙于执掌齐天集团 没时间管教我儿子 我能理解 这样子 我帮你捡捡父母 从今天开始 你的齐天集团 交由你女儿齐鹅没来父子 而你就继续守着这个大排档 好好管教你的儿子 少主 您放心 今天晚上我就宣布退休 移交给我的女儿 以后齐鹅没 就是神都第一霸主 带下去 爸 我 哎 姐 哎 爸 哎 起身吧 好歹也是曾经的神都霸主 总是弯腰下跪 算什么 是 是是是 白先生 您请 姑娘 回去吧 你不是本来这儿 欢迎咱们柳氏集团 那下一期做的发展计划呢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喂 爸 我找到合适的丈夫人选了 好 哈哈 太好了 女儿 需要爸做什么 给我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我要找他 提亲 我这次回来 我这次回来 只办两件事 第一 为报当年 肖叔叔敬我姓务之门 第二 为报白家 被烟门之闯 白先生 这些年在您的手里下 其间集团一直在扶持肖家 现在肖家 也是中下好门了 办得不错 五年前 白家被灭 若不是肖叔叔 牺牲性命 助我逃亡 也不会有我白玉京的今天 白先生 这是肖家大小姐 肖云烟的道别 终于可以亲自回来报恩了 肖叔叔 你放心 虽然你已经不再忍试 但我 定回护肖家用性 你曾经为我和您的女儿 肖云烟 定下婚约 如今啊 我也该去完成您的遗愿了 那 白先生是准备去履行婚约 婚约只是戏言 就算肖家会履约 我也不会同意的 我这次前去 就是为了解除婚约 其次 才是为了报恩 白先生 最近齐天集团有一个 百亿订单的公开招标 按理说 他肖家 还没这个资格 您看 那不如 就把这笔订单给肖家吧 就当是我退婚的补偿了 是 白先生 这是 百亿订单的合同 您不妨 亲自带去 也能给肖家有个交代 有信了 归付白先生 你就是云烟的素未谋灭的未婚夫 白玉京 晚辈白玉京 保冰镇 李珠村人 见过婚婶 见过二叔 还有沐宇妹妹 谁是你妹妹 真晦气 谁是你妹妹 真晦气 那地方 是我大哥生前坐的地方 自从他去世以后 我们肖家上下 没人敢坐在那儿 你在这个家 没有你的位置 还是站在那儿吧 白先生 虽然我不知道王夫 为何给云烟找了你这么个未婚夫 但是自从你进门到现在 你都没敢提婚约的事 想来 你也是觉得不合适 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吧 合适这话是什么意思 妈 这个人 该不会是个傻子吧 您都把话 说得这么明白 那我不妨就再说得明白 这婚姻上讲究一个 门当户对 哎呀 你敢告诉我 你跟这个乡妈 我饶了很多圈子看我 白军师吧 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们肖家 是不可能把女儿 嫁给你这个 没身份地位的穷人 入罪也不行 二叔 你可能误会了 我这些来不是逼婚的 而是为了报答 你不是为了逼婚 那你是为什么 像你这种人 我们肖家 可见得多了 听见了没有 肖家不欢迎你 请吧 实不相瞒 白某此次来肖家 只是为了肖云烟一人 若是不欢迎我 我得听她亲口告诉你 你要见我 刚才的话我都添降了 既然你非要降了 那我就当料跟你说一次 我肖云烟 绝对不会嫁给你白玉京 我说了 我此番来肖姐啊 并非是为了婚姻病 不承认也没关系 那一纸分约 本来就是王父的一厢情愿 我肖云烟 堂堂肖家大小姐 执掌整个肖氏集团 是神都乃至整个 中夏的商业新秀 我的偶像 是神都齐家 被誉为金国奇才的 奇俄美小姐 就算是背上 毁信建约的女生 我也绝对不会嫁给你 一个贩夫走足 贩夫走足 饮车卖交 虽然平板 但也是更当执帘 怎么到了肖小姐嘴里 变得如此不堪了 厉害啊 厉害 你这脸皮啊 可真是够厚的 都上来啊 嗯 这位 白玉京 且不说你出身 卑微 无权无势 就单说你这第一次上门 两手空空 连镜头都不能 哪有半点求婚的样子呀 自我介绍一下 神都四少 高陵云 也是云烟的追求者 我们家云烟呢 以一个亿的体谅 拿下了齐天集团 百亿订单的竞标资格 再看看你 哪一点配得上云烟 果真如此吗 其实 肖家能有今天这个地步 都是我在授予齐天集团 扶持肖家的 你还真不要脸 你怎么不说 齐天集团是你的呢 我们肖家能有今天 那是靠着我姐的能力 还有高少的帮助 是吗 那这百亿订单的合同 也是凭你姐的能力 就能拿得下的吗 绅士齐天集团的百亿合同 不可能 这个废物怎么可能 明明 扯了 是真的 真的 哎呦 郁金呀 没想到 你有这么大的能耐 是阿姨啊 错怪你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哎呀 郁金呀 赶紧给郁金倒茶 慢点 你们别被这个废物骗了 这个核桃 根本不是这个废物拿的 是我高侠 这么快就变脸了 刚刚不是才说 萧小姐只是拿到了 招标会的资格吗 怎么 这么快就拿到合同了 我那时想给郁金呀一个惊喜 没想到 被你这狗东西给破坏了 本来呀 我想把这个消息 在招标会上宣布 可没想到 这核桶呢 你好 哎呦 真是脏死了 我就说那么 你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 还骗我们说 这核桶 是你拿的 你赶紧滚出去滚出去 脏东西 你离我们小姐远一点 陈琼可以原谅 但起码应该做个政治的 我怕当初真是瞎了眼 你想让我嫁给 好 如果真的是高奖房东的换了你 但请问 核桶为何出自博士 我知道了 这个人一定是个惯犯 现在骗子都有自己的手段的 他肯定是提前知道了齐天集团要把订单给交奖了 所以呀就以我姐未婚夫的身份去拿了合同 白玉京 你们白家曾经好歹也是宁门望族啊 怎么就会生出你这样的败类啊 你真是给你们白家祖宗丢脸啊 幸好今天我在这里 要不然你们都被他骗了 这个卡里有十万 就当我给你的跑腿费 我们的婚约就此作罢 不敢直呼他的名讳 你倒好 居然还要指使他做事 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出身卑贱 言行胡壮 若是继续留你在我们肖家 我们早晚都会被你牵 管家 可怕赶出去 有事不得登了 等等 招标会马上就开始了 你说你此来不会遗憾 是 你说这个合同是你为肖家出的 是 你还说你能够得着齐言那种 紧于云端的宣讳呢 不错 那你敢不敢跟我去招标会上 一变真假 姐 言言 这招标会上来往的都是 豪门名流 你说你带这么个玩意儿 这不是去了丢人羡眼吗 只要他敢去 我会在招标会上 一层层揭穿他的武装 然后 当着神都所有豪门的面宣布 我肖云烟 和他白玉京的婚约作废 白玉京 你敢吗 敢吗 有何不敢 好 现在就走 肖云烟 你该感激肖叔叔的遗愿 是让我招标会上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差距 什么 白先生去的招标会 父亲 招标会原定的高总监主持 现在白先生临时光假 我们该如何处理啊 这还用问吗 你马上去招标会 送我白先生 我也马上从机场赶回去 是 备车 去招标会 太医生 这里面啊 就是招标会现场 你要是现在承认自己说谎 还来得及 既然来都来了 就和我们进去坐下吧 碎牙子最硬了 既然有人这么想 迫不及待的找死 那就请吧 肖总 陈总 看来肖总对这次招标会是势在必得 这全家都行动 啊 哈哈哈哈 这位小兄弟是 云烟家乡下来的穷亲戚 非要死皮烈脸的跟着云烟 这不连招标会的现场都要跟过来 原来如此 肖总 这可是齐天集团的招标会啊 你可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 影响为你的竞标计划 我不尝试 小心哪 多谢陈总 我见你 干杯 各位 刚才我们齐天集团得到消息 有一位大人物要光临我们这次招标会的现场 大小姐特命我在这高台上准备一把椅子 请那位大人物赏光就座 这是什么样的大人物 居然能让齐大小姐恶意为她夹作 还是守作 听我爸说这齐天集团呀 背后有一位神秘的大人物赴持 难道今天来的就是那位 齐天集团背后的大人 若是我肖家能结识这位大人 那必将一步登天 余悦龙满 这齐家倒是懂事 白玉姐你干什么 虽然是去坐那把椅子了 站住 白玉姐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场合 居然开这种玩笑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恶想上台坐上那把椅子 果然是个乡妈老 因为在什么地方都能乱来啊 不知者无畏啊 姓白的 连齐小姐给那位大人物准备的交椅 你都敢扔植 你是真不知道她此次该怎么写的 这台上的交椅本就是为我准备 我为何不敢追 听你这意思 你就是齐天集团背后的神秘大人 大人物不敢说 不过齐天背后站着的 的确是我 白玉姐你闭嘴 我带你来招标会 是为了让你认清你我之间的差距 不是让你来捣乱的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连累我肖家 姓白的 本少爷佩服你 在肖家的时候胡言乱语就算了 在招标会的现场 还敢大放厥词冒充那位大人物 发生什么了 考总监 爸 这里有个傻小子 说他就是齐小姐要迎接的大人物 一派不过言 我们齐天集团背后的那个大人物 何等的尊贵 连我这集团总监都肖小存在 怎么可能是他这个废 白玉京 你听到了没 还不快给高总监道歉 这高台上的交椅本就是为我而设 而齐天背后的人的确是我 我何所知 为何要道歉 你 小总 不必动脑 向这种货色赶出去就剩 来 把这个擅闯招标会的货色 给我赶出去 生死无论 程导 白玉京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跟高总监道歉 否则 连我也救不了你 小八老 你还不照我姐说的做 这可是你今天唯一一次用尊严换性命的机会了 不 你笑什么 我仅仅只是说了一句实话 就要被你们强压着道歉 赶出这里 那如果我说 我今天就要堂堂正正的走到这高台之上 坐在手座上 你们又该当如何呢 你好大的头胆 上 等一下 爸 提到请 我还真想看看这个废物 能作死到什么程度 看他赶快从这里走上去 见于这高台首座 白玉京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认错道歉 然后离开会城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离开会城 我要是走了 那这高台首座就形同虚设 而这场招标会的举办 那有什么意思 不是 他还真敢上去啊 这是不是有病啊 自寻死路罢了 各位 你们不是质疑我到底敢不敢坐在这高台首座之上吗 如今我已经坐在这里了 你们又当如何呀 白玉京 你快下来 楚泽 听你现在的见悦之举 整个神都 竟然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你口中那所谓让我没有容身之地的人 是指这些人 你得罪了齐天几头 得罪了齐眼 我高家在此立誓 将你白玉京出名 将我出名 你高家还不够格呀 那再加上我前家呢 还有我们李家 还有我孙家 我们四大家族在这儿同事把白玉京在神都境内出名 怎么样 怎么样 现在我们够资格吧 就算是你们四大家族的主子齐家站到我面前 依然不够格 小子啊 你真不知道死活啊 齐小姐现在在来的路上 等会儿我让你跪在那招标会上 给我们四大好族 磕头谢罪 那我们便不妨等着 看看那位齐额梅到场之后 跪在这儿的 到底是谁 齐天集团 齐额梅小姐到 齐小姐已经来了 你装够了没有 这是你最后一刻活下去的机会 还不赶紧滚下来磕头认错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为我准备的 我为何要下去 姐 这个白月经就是个不知什么的疯子 你现在赶紧宣布 咱们肖家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要是被平安了 咱摆一平安怎么办 你就是肖家大小姐 肖云烟 齐小姐 是我 今天对不起 我长得确实不错 可惜眼光不足不好 完了完了 齐小姐果然是怪对下来 这个该死的白月经 我们肖家都要被她害死了 姐 你快说呀 我们和白月经没关系 快说 齐小姐 白月经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 当初 是我过前定下的婚约 我并不知情 也没有婚姻 虽然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还请齐小姐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她一个乡野村夫没见过世面 没什么教育 好 是吗 是吗 姐 你替她说话干什么 她就是承心来捣乱的 故意恶心你的 白月经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敢作敢当 你少让我姐给你求情 我可从来没有让她替我求过情了 够了 我知道你心里有怨 你来我们家里行婚约 我们对你态度不错 在这里 我向你道歉 但我的态度还是一样 我和你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小小姐在一起 也不会幸福 肖小姐的比喻很恰到 确实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肖大小姐 你可能误会了一件事 我本就没想着跟你结婚 我只是为了完成肖叔叔的遗愿 才照顾得你们肖家 都死到临头了 还想要你这个一文不值的面子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神都有名有姓的大人 随便拿出一个 都能轻易地捏死你 是吗 韩玉京 你闹够了没有 你非要坐在那 被人当成猴一样耍是吗 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我说了 这个位置就是为我准备的 我要是下去了 那这个招标会 还开得下去吗 你是做梦还没做醒吧 爸 现在可以叫人 把他的双腿打断 丢到齐小姐面前 下跪认错了 韩玉 给我把这小子高腿打断 撑出去 我看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不 齐小姐 今天是我的错 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才把这只臭老鼠放了进来 银开 您怎么能消消气 我一定找错 我说这小子这么小张 原来是成都白家的一孽 小子 你还到你现在还是以前白家的大少爷 白家早在五年前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醒醒吧 这落水的凤凰还不如鸡 白玉京 我如果是你 就应该夹着违法做人 不要来这儿作死 今日过后 神都白家 绝后了 让白家绝后 你们还不够格 白玉京 我不知道你是傻还是蠢 这么闹对你有什么好处 病都要没了 骗子有那么重要的 就算今天齐小姐不跟你一般见识 饶你一命 可今天来的那位大人 绝对不会饶过你 他应该不会这么做吧 你脑子坏掉了吧 小子 这样的大话你也说得出来 那可是神都的霸主 就算是齐家也要看中的大人物 不过想想啊 你小子还真是幸运 能够一堵大人物的风采 就算死 你也值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们确实可够幸运啊 白玉京 我在最后问你一次 你下不下来 道不当歉 姐啊 你管他干什么 他想死就让他死 啊 齐小姐 你也看到了 我们肖家跟这个姓白的 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他死皮赖脸的 拿着什么所谓的婚约 飞来我家 我姐 是绝对不可能嫁给他的 他呀 不过就是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癩蛤蟆 齐小姐 这件事我能证明啊 这小子 舔着脸往上提 敢都敢不走 被拒绝后 恼羞成怒 来到宴会厅 想要破坏 肖家的竞标啊 肖小姐 你确定要跟他撇清关系 不后悔 我该劝的都已经劝了 是他自己执迷不悟不知好歹 正好今天诸位都在 就请各位帮我做个见证 我肖云烟和他白玉经的婚约解除 从此以后 再无任何瓜 他事生事死 与我于肖家 我 真正蠢的人是你 眼瞎心吗 把这么一尊大佛推至门外 蠢笨至极 很好 省了很多麻烦 本来 我也是打算与你结束婚约的 白玉经 没有肖家的庇护 你就是孤家寡人一个 我看你还怎么狂 来人 把这个小子手脚给我打断 扔到齐小姐面前 给齐小姐 还有即将到来的大人 赔罪 该赔罪的人是你 齐小姐 我 跪下点去 齐小姐 让白玉经 混入会场 是我们高家的实质 您打得对 等会议结束以后 我去领罪 领罪 你被开除了 你们高家 被我们帝都齐家封杀 齐小姐 我高望为你们齐家 干了这么多年 一直兢兢业业 勤勤勤勤勤 你 您不能因为这一点小事 把我开出来吧 您父亲也不会同意的呀 因为你有眼无珠 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他 他是谁呀 那 难道是他 没错 就是他 白玉经 就是我齐家幕后的大人物 白玉先生 让您受委屈的 齐太棒了 看来神都哥哥世家演的一出好戏 套也不算无聊 看看这些人了 败高采低 阿谀奉承 居高理下 真是好样的 姐 怎么 怎么可能呢 白玉经怎么可能是齐家背后的大人物 白玉经不是早就被灭了吗 他就是个不扯不扣的废物 怎么可能姚声音变成什么大人物了 我 我不信 我知道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 他不过是齐小姐养的小白脸罢了 放肆 高凌云 你敢侮辱白先生 你是找死吗 你 他妈赶快归去 白先生刻度道歉 你再敢胡说 我打打你的嘴 对不起啊白先生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原谅 误会 误会 我给白先生赔个不是 我代表孙家 给您道歉了 李家给白先生赔礼道歉 请原谅 爸 各位 你们想想看 他不过是白家的一个废物 怎么可能是齐家背后的大修 他要不是认识的齐小姐 齐小姐会为他撑腰吗 我们都是神都背后的名门望着 是神都霸王手下的麾下大修 他不过就是一个靠出卖身体上位的男计而已 他算什么东西 原来如此 怪不得你不和我旅行婚约 原来早就帮上了齐家大小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肖大小姐 你的智商堪忧啊 你真不要脸 你当了婊子还立牌坊 你靠着个女人上位还在我面前当大爷 你 你算什么男人啊 我肖沐鱼第一个瞧不上你 我们高家 更瞧不清 这种垃圾东西也能到这里 真的是脏了我的眼 什么时候最终低贱的人 也配进入这种场所了 齐小姐 你这口味也太差了吧 想找也找一个质量高一点的 这垃圾 你太不值钱了 出言不逊 你们是活腻了吗 齐小姐 你要养男人 那是你的自由 我们无权干涉 可是你把他带到这里 让他坐在上位 对着我们这些世家出口不许 耀武扬威 这 不合适吗 我 齐小姐 你做的这些事 你父亲知道 神都霸王 那是神都的天 是神都的门面 这要是传出去 齐家大小姐养男蠢 还让他骑在神都各个世家的头上 作威作福 你父亲的颜面何存呢 你 齐小姐 我劝你悬崖勒马 不要一错再错 死死无礼 罪不可恕 必须废了他 让他好好张张记忆 大小姐 一个男人而已 你不要因为他 把罪了我们各个世家 影响了你的声誉 你要是不忍心 被我申请 白板 白人 上 做错事的是你们 大人物就在眼前 你们却不知道 竟然还出洋侮辱 匪报 来人哪 把他们给我都抓起来 听后白先生发落 你这是要干什么 请和美 我们尊的是神都霸主 如果你不是他的女儿 你认为你还有如此荣耀吗 霸王在哪儿 还请霸王过来 让他看看他女儿干的好事 我就看看你还能猖狂多久 白先生 你想如何处置他们 既然他们那么喜欢让人跪 那就让他们全都跪下吧 白玉京 你这个鸭子居然敢让我给你下跪 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我堂堂三家家主 今日竟说如此大货 齐鹅梅 你给我等着 等你父亲来了 我看你怎么收场 你不是要让我跪着吗 那我就不起来 神都霸王 后继无人呀 没想到 一直经过不让 旭妹的齐家大小姐 却如此不堪 白玉京啊 白玉京 你不是喜欢卖吗 等一会儿霸王来了 老子就把你淹了 扔进监狱去 让你好好享受享受 你这个主意不错 我可以成全 齐小姐 你没有权力处置我们 你不是神都霸王 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新上任的神都霸王 这 这怎么可能 神都霸王 正直壮业 怎么可能把霸王的交给你呢 齐恶梅 你居然敢偷你父亲的霸王令 你坏了规矩 只想你父亲也保不住你 大大王 无法无天 旗械甲轿子无方 不配当这个霸王 我就把位子传给了齐恶梅 怎么 你们有意见了 你闭嘴 小子 你狂不了多久了 你以为齐恶梅能护得了你多久 等霸王一来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中年纪 适宠而叫 一个一时得意的男宠而已 你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现在有多得意 等会儿就会有多惨烈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看你跪地求饶 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场景了 潘玉姐 你想帮富婆我没意见 但你不应该拿别人的力量 当成自己的力量 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我在奉劝你去 适可而止 现在认错 求得各大世家的原谅 或许能保你的一条命 我从来不依靠别人的力量 萧大小姐 您多虑了 命完不灵 无可救药 姐 咱们等会儿就看她怎么死就行 说谁死呢 放开 没看见神毒大人都来了 还敢再加四夷妄为 要知道谁才是你的主子 包包来了 游戏结束 小子 想好怎么死了吗 游戏结束 我怎么觉得才刚刚开始啊 罢了 姑且把他们都放开吧 我不想看到他们现在这样被迫下跪 心不成 气不顺 待会儿 我要看他们主动跪下 神毒大人 您可来了 齐小姐养了一个男人 对这些世家 肆无忌在的污秀 您一定要严惩她 是啊 霸王 为了一个小白脸 大小姐居然命令手下对我等出手 简直是花天下之大忌 霸王 齐小姐在这个男宠的蛊惑下 偷了您的霸王力 简直胆大包天死不足惜 应该把他们白家祖坟给抛了便是 不如我们也就算了 他连神毒霸王力都该挑衅 信口开赫 说你教子无方 都配作罢了 还说是 他让你把神毒霸王力 传给齐小姐的 我说的都是真话呀 你们不信 我有什么办法 齐谢家 我看你 不仅仅是教子无方啊 这神毒在你的震慑之下 风气现在有多好 你也看到了 你打算让我怎么奖励你啊 白先生 白玉京 有一点我很佩服你 都到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能装得这么淡淡 你是不是觉得 已经无可救药了 索性就最后再装一次 对了 就为了装一口气 此前再风光一回 对不起 我只把你当做一场笑话看 蠢的真心 真正愚蠢的人是你们 凭着自己的想象在那里编故事 爸 你说我这个令牌它是真的吗 爸 你说我这个令牌它是真的吗 真的 是不是你给我的 是 那现在霸王是谁 我 齐谢家 原神都霸王 不过 我于昨晚 已将神都霸王令牌 传给了我的长女 齐额梅 以后 她就是新一任的 神都霸王 如若不从此 以罪论处 严惩不淡 看到了 霸王 您糊涂我 您看这座房 您将霸王令传给她 无得不服 霸王 齐小姐刚拿到霸王令 就任由这只鸭子胡来 以后还了得 今天 她敢欺负我们 明天就敢站在您头上拉屎 把您绝地出门 请霸王收回成令 继续做神都霸王 请霸王收回成令 继续做神都霸王 请霸王收回成令 臣齐小姐妄为之国 斩杀白玉京 杀其镜侯一郡小小 霸王 您一句话 我们立刻行动 我都立刻行动 霸王 这些小事 何须您亲自动手 我来帮您解决掉 这个不知天高地高的废物 我看该宰的是你 霸王 您宠女儿不是这么宠的呀 您忍心您亲手创下的基业 会于一一旦吗 霸王 您若是执意如此 我孙家敢赌地 你们齐家 富不过二代 对子女的纵容 就是家到中落的开始 霸王 请您散死啊 霸王 如果换作他人 我们未必会否对 毕竟大小姐也是单身 但是他 白玉京 他算什么垃圾 白家早已被灭亡 他没钱没权没事 而且 他早和肖家大小姐 有了婚约 还勾引齐小姐 勾引也就罢了 他打着齐小姐的名义 目中无人 狂傲自杀 把我们这些世家 完全不放在眼里 肆意地去除 死子 人身共费 绝不能留 不能留的是你 是你们 白先生是什么人 他是我齐家背后最大的靠山 别说白先生 不是齐鹅梅的男朋友 如果白先生真是看上了齐鹅梅 那才是我齐家 莫大的荣幸 白玉京 你这个骗子 你之前怎么不说 你耍着我们这些人 有意思吗 我说了 你们信了吗 肖小姐 我之前可是问过你 会不会后悔的 你们肖家明明有一月龙门 成为顶流家族的机会 你却亲手把他推了出去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白先生 这些人对您无理 您打算 怎么出事 白先生 之前的事都为有得罪 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 从今日起 我钱家愿意为您马首实战 与您共进队 我孙家愿和钱家一样 供奉白先生 并赠予白先生孙家1%的股份 我们李家从此以后 愿听从白先生 号令 愿听从白先生号令 你干什么 爸 你打我干什么 这眼瞎的东西 竟敢冲撞白先生 还能赶快 肺肯当劲 我不 必须找死 白先生 齐小姐 是我有眼无珠 教子无方 请给我们高价一次机会 我们以后 老老实实做人 为齐家 为白先生 竭尽全力的办事 你们这些人啊 变脸变得倒是挺快的 爸 既然 你们诚心地承认错误 我要是不给你们个机会 倒显得 我不通人情了 前家家主 你不是瞧不起普通人吗 不是觉得他们低贱吗 明天开始 给你去扫大气 孙家家主 你不是对鸭子挺感兴趣的吗 回头给你买上几百只人 让你天天在野外放鸭子 如可呀 李家主 你不是 觉得捡垃圾不值钱吗 明天开始 你就给我去捡垃圾 收破烂 白先生 我 至于你们两分子 你们倒是挺会见人下菜的 见风使舵 八面逢迎 欺软怕硬 屈吟覆尸 不如这样吧 齐天集团 一定很缺清洁工 明天开始 你们就去刷马桃 每天刷不完 不准吃饭 让你们好好体验一下 人情冷暖 小白呢 你不要太过分 我们愿意给您道歉 你就给做了你天杂的面子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欺人太神 这就忍不住了 我们钱家 虽然比不上七家 但也是神都四大家族之一 几十年的底蕴 不是你能喊动的 让我去扫大戒 你做梦 底蕴身后是吧 我再附加一个条件 将四大家族的所有财产 捐出来 一分不得留 你说卷又卷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姓白的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没抢好过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钱发信 也要跟你帮帮手啊 上一个这么威胁孙家的人 坟头草已经三尺高了 老虎不发威 你真的我是病猫啊 四大家族联手 整个神都都要抖三抖 做人 不要太高 不然寿命长不了 好 既然你们都不想活了 我倒是可以成全你们 新旧霸主 你们也看到 是他白玉京在故意挑事 不想放过我们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 他说卷就卷 是不想让我们活了 不知好歹的是你们 在口出狂言 顶撞白先生 我看这样的处罚不为过 白先生只是让你们捐出家产 去做一些普通人的工作而已 留了你们一条性命 没让你们自残 这已经是格外开恩 还不赶紧跪下谢恩 你以为你自私是皇帝呀 还想让我们跪下这错 今天你要是想从这里走出去 就从老四胯下算过去 还得好三手 义父 我错了 看来你还是不找记性 姓钱的 你想干什么 你想找死 爸 这是我们几大世家 与姓白的之间的恩怨 您 就别插手了 姓白的 你想好怎么死了吗 我看 谁敢碰白先生 我看 谁敢碰白先生 这一看又是个有钱的主 我说你这个出来卖的 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你的手段和本事 先是把齐大小姐迷了个神魂颠倒 让整个齐家把你奉为上宾 这不又冒出一个女的继续挺你 可今天不管是谁来 他也救不了你 你又算得别走 没看到我们神都四大家族再死 石下滚出去 要不是来 老子他妈连你一起说是 姐 这个白玉京到处勾搭女人 真是个大渣男 这些女的都瞎了眼了 都看上他了 你又算哪根葱 敢对白先生敬 白先生是我们柳家的贵客 得罪白先生 那就是与我整个柳家为敌 柳家 难道是中下五都之一的黄多柳家 柳京哥 原来是柳家大小姐 实际实际 决胜因流满黄多 柳家的底蕴深不可测 你到底是什么人 真的只是白家的遗孤吗 原来是柳大小姐当面 柳家在商业上的能力极强 在多个领域都是林冬阳 柳家 我好像和他们没什么瓜葛 看来 你们对我柳家还是有一定了解 这样很好 不虽我再多费口舌 给白先生道歉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柳大小姐 论商业实力 我们神都各大世家 确实不如你们黄都柳家 可俗话说得好 强龙不压地投射 你们柳家虽然家大业大 但是想压我们 也不是柳家 没错 只要我们各大世家联合 谁敢轻视我们 柳大小姐 如果执意要为白玉京这个小白脸这儿看 那我们神都世家就联合起来 和柳家 拜拜手啊 一个柳家不够的话 他再加上我们齐家呢 我们两大家族联合 你们有一分受算吗 爸 你就真有大小姐这么无作非为吗 他为了一个外人 跟我们神都各大世家撕破脸皮 别叫我爸爸 我的职位已经传给了我的女儿 齐鹅梅 他讲的话就代表我齐家的意思 你 我 下跪道歉 别考验我的耐心 这 都成 我行 白先生 我 我错 白先生 我错了 是我们孙家不自量力 皮肤凯束 那个我们孙家的家业 能不能只卷出去一半呢 毕竟这 哦 你想讨价皇家 好 我孙家 愿意接受白先生的惩罚 明天 哦不 马上 我就把孙家的家业 全剑出去 我李家服了 愿意接受白先生的惩罚 都是我李家卷用刺取 跪下 白先生 我们 高加县夫人 齐家 斩断一切和肖家的合作 不再重点扶持 鸡小姐 你没有意见吧 当然 我也正有此意 白先生 这里的垃圾和不长眼的人太多 拖了您的眼 要不 我们换个地方 拖柳家 请令您备好衣袭 好 等一下 肖大小姐 还有何事 白玉京 我承认 是我说的 但是我不甘心 肖大小姐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根本就不再爱思念 因为我不会说 我此番来 只是为了报肖家之恩 但如果肖家不稀罕 让我收回便是 不过你放心吧 我根本就不再爱思念 看在肖叔叔的面子上 我不会被肖家做什么 之前其小姐问我 拒绝你的婚约 我后不后悔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后悔 但是我要奉劝女君 只靠外力 永远传久不掉 就算没有其家的扶持 我也一定能把肖家 派入挺风 那就拭目以待 祝肖大小姐大展宏图 一帆风顺 姐 你管那背后靠的是谁呢 你要是能服个软 那那百易订单 咱们肖家 还是有望能拿下的 你看你 我们肖家不是脊杆 不需要姚伟启示 没有他 我也一定能把肖家建议的 白先生 请上车 柳小姐 有话不妨直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此前并不认识你 跟柳家也没有这话 龙凤城将欲如意一对 价值十个亿 黄都天空之城别墅钥匙 价值二十个 老斯莱斯银妹 市场价 十六亿 至尊卡 全球仅发薪一百张 不限额 白先生 只要你签了那份合同 我们马上就能清明证据 明证据 柳小姐 这是何意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显吗 那些都是我的嫁妆 我要和你 结 婚 众手一生的结婚对象 怎么了 温先生 刚才的场合 不适合提及此事 您让我调查了白家领案成像 现在有个线索 您在哪 我去查您了 我就在能管 马上过去 柳小姐 至于你刚才说的 做柳家坠续的这件事情 我没什么兴趣 你另寻他人 果然是我柳青哥看上的人 面对巨额财宝不为所动 白医疆 我吃定你 白先生 误证在此 这是 这是神域组织的一个标志性图案 神域组织 白先生 还是我来和你解释一下 神域组织的事情吧 中夏百年 我们日渐强盛 西方势力和扶桑国 怕中夏做大 就建立了神秘强大的 神域组织 轻蚀渗透中夏 他们以神灵名字为代号 残害中夏发展 轻蚀中夏国力 白先生 当年白家被洗 整个房屋都被烧成了灰烟 这块铺 就是在废墟中找到的 白家灭亡 极有可能 是这个组织干的 我身为帝师传人 道学山行走 又有灭门之城 于公于私 都不允许这样的组织存在 还敢暴自称神 我便战身杀之 继续追查有关神域的任何线索 一有发现 立刻会报 是 刘小姐 我刚才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对你没什么兴趣 别就成了 白先生 没兴趣我们可以慢慢培养呀 你看我 颜值不算低吧 我 我身材也还可以 而且我性格好 我和那些娇娇娇的大小姐可不一样 要不 你先试一试 不必了 柳小姐 想必刚才在招标会上 你已经见识到我的手段了 别给柳家招呼 哎呀 好了好了我说实话 地狮传人要选飞 我不想成为被选的那个 所以 我必须要在他选飞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地狮传人 选飞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你可能确实不太清楚 到悬山地狮传人 总之 总之就是很厉害的人物了 我跟他没有见过 他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呢 况且他选飞无数 我可不想跟别的女人分享一个招呼 我是秘密下山的 知道实情的人并不懂 选飞这事更是无稽之谈 没想到居然敢有人陌冲 你之前在大排档帮了我一次 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你只用跟我结婚 其他的你什么都 我同意 啊 什么 破坏了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地狮传人选飞无数 不可能因为少我一个人 就迁怒你你 你跟我结婚 不会有任何危险 而且 不管最后我们两个人 有没有走到一起 我给你的那些假装 都是你的 一点也不用退 那 我们现在能不能幸福他 好 嗯 先一句不必了吧 这不重要 正好可以借着柳青哥为风夫这个油桃 去调查这件事 你先吧 这些都是你应得到 你不用不好意思 你可放我大 那 如果你过两天没事的话 可不可以陪我回一趟黄都呀 正好我奶奶寿宴 我想当众宣布辞职 捅住你前面的嘴 你还知道我回来 你还知道我回来 我以为你在外面玩瘾 把外婆的寿宴都抛之脑后 你少在那阴阳怪气 你还知道我回来 我以为你在外面玩瘾 啊 你并且可 那这哪来的阿猫阿狗 你有要求他们就想混进去 你怎么说话呢 他是我未婚夫 白玉京 你未来的姐夫 我姐夫可是帝师传人 他配的 姐 你在外面玩的姐姐 随便抓了一个男人回来 就把他带到外国受验之 怎么 你觉得他老人家活得太久了吗 别乱说 既然我现在已经和白玉京在一起 那我都不会再登达地 试团人的选费 让他 别倒闭 将来 行啊 小子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 你是不是最知道 走开 走开 你 放了 放了 别给你 别给你 去 给我准备画老师 把我画的越测越好 恭喜 恭喜恭喜 我以为 我以为老太师啊 老太君 我宋某在这里祝福你寿宾南山 福如东海 对了 我听说您的孙女要参加帝师传人的选飞 哎呀 有了这样一个女婿 那你们柳家可是飞黄腾达 风光无限的 啊 传言 都是传言 哦 这不还没开始参加吗 就算是还没举行 以柳大小姐的倾城之词 也一定会被 帝师传人所选中的 对对对对 这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啊 哈哈哈哈 谁说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我已经有未婚夫了 自然 不会参加帝师传人的选飞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未婚夫 白玉京 我们两个人马上叫领政结婚了 届时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你在胡说什么 清歌 你可是柳家的女儿 欢迎大事起同而起 帝师传人选飞在即 你是柳家的重点人选 现在你搞出一个什么未婚夫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吗 哥哥 你说这话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讲究包办婚姻呢 再说了 我和这帝师传人又没有婚约 他也没有指定我当他的妃子 何谈得罪啊 我看 你就是 着急把我嫁出去换取家族利益 也怕我跟你的儿子 争加产吧 大哥 妈 你刚才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好心好意为他的终身大事着想 他都觉得我别有用心了 姑姑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你心里清楚 放死 清歌 你怎么跟你姑姑说话呢 还不赶紧道歉 妈 清歌的婚事呢 他自己做数 之前柳言诸可我说过 让清歌参加 我就明确的表示 一切啊 看清歌的意思 既然他不同意 那就参加 你闭嘴 都是你惯的 让他越发没了规矩 帝师传人那是将来要继承帝师之位的 就连国主 都要礼让三分 身份尊贵 岂能是他路边找来的一个野兰人能比的 若论身份地位 我白某不见得比不上那个所谓的 帝师传人吧 求下次 你哪里来的勇气 敢说出这样的话 讽言整个世界 能比得着帝师传人的勇气 我看你啊 就是井底的一只癞蛤蟆 只看得到头顶的那片天 奶奶 玉京很优秀的 您不是说我看人眼光好吗 他就是我选中的人 我今天把他带过来 就是为了给您一个惊喜 惊喜 我看这惊吓还差不多 你这就是存心庆 反正我此生 非欲经不嫁 妈 妈 您先别着急 让我先问一问 如果清哥真的找的是一个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 不是不行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六清哥 就算我争取不到帝师传人的利益 只要把你嫁出去 也就没有人跟我儿子争夺家产 到时候我再慢慢的收拾你 白玉京是吧 姑姑好 谁是你 我问你 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他们已经去世多年了 那你们家族靠谁生存 我靠我自己 我的家族除了我 都已经不再人世了 姑姑 你是在什么犯人吗 玉京是我未婚夫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的 清哥 我这是在替你把关 你先不要掌握 既然你父母双王 又没有家族的支持 清哥还能选中你 想必你一定有过人之处 我问你 你是在什么领域 做什么工作的 无业 什么 无业 原来是个骗子 他这是想烹手套白狼啊 大哥 你看清哥找的这是什么人 随便从街上捡来的垃圾吗 就这样的人 还想跟帝师传人比肩 这门婚事 不同意 小子 你最好马上从柳家滚出去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 同不同意 应该不是你说了算吧 你一个当孤的 又怎么能左右侄女的婚事 一看你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下等人 世家大族的婚姻 向来都是以家族利益为主的 如果柳家的女儿 个个都嫁一个像你这样的废物 那柳家 何来今天的地 说的看似正义凛然 其实啊 只是自私 顺人利己罢了 好啊 还没有进门呢 就敢跟我顶嘴 小子 你怕是来错地方 柳家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儿 被我托到痛苦了 表求成怒了 狂 哇 来人哪 给我把这个家伙拖出去打断腿为狗 骂去 清哥 你可要清醒 像他这样的三无产品 连工作都没 是要让我们柳家养一个废 就是 赶紧把人扔出去 趴在这儿 简直是丢了我们柳家的人 服务又怎么样 不代表他没有实力 整个神都世家都得对我扶手称臣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实力 哈哈哈哈 你们听到了没有 这牛皮都快吹上天了 还整个神都世家对你扶手称臣 这是我今年 哦不对 这是我这辈子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你何德何能 可以让世家臣服 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 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 清哥 你还是太单纯了 这小子 一定是找了一些人 在你面前演了一出戏 也就你这种单纯的小姑娘 才会被他骗 听姑姑的 赶紧把这个东西 砍出去吧 你们这群人们 可真有意思 对说谎的人 向来都是溜须快马 却对说真话的人 嗤之以鼻 就不信自己被啪啪打脸了 你这样的人 我见多了 不靠着自己的双手出人头地 天天想着 怎么用歪门邪道 攀附权贵 不好意思 这天下之大 能让我白某攀附权贵的 还是真没有 你这个骗子 还是有点本事的 谎言都被拆穿了 在我柳家和黄都世家面前 居然还能保持淡定 不被威士所吓到 难怪清歌会被你骗得团团转 黄都世家权威 不瞒你说 在场的诸位都是垃圾 从来都没有入在我白某的眼里 口出狂言呐 别说是黄都顶级豪门柳家 就是我们丁家的势力 也是你几辈子难以气急的 吹牛的呀 我见过不少 但是能把牛吹成你这么离谱的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哈哈哈哈 小子 不瞒你说 我们家养的一条狗啊 都比你金贵 哈哈哈哈 别说是一条狗了 我看 就算是一袋狗粮 也比你的命值钱吧 没错 我这人有个优点 向来喜欢说实话 从不吹牛 我可没功夫 跟你这个垃圾在这废话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你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废了你 扔出去 我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是你自己滚出去 还是我废了你 把你扔出去 我要是不走呢 你可以试试 到底能不能把我扔出去 好啊 我就让你试一试 挑衅柳家的下场有多惨 拉着 我嫁定白玉京 明天我们两个人就去领证 未来柳家的姑爷 你们敢给我动个试试 姑姑 既然你这么喜欢定氏传人 那你干脆自己嫁给他好了 我反正你和我姑父早就离婚了 啊 顺便啊 再给我表弟改个姓 混账东西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我今天要替你父亲好好教育教育你 敢打我的女人 别逼我动手 你 你居然敢碰我 你是不想活了吗 你们都是死人吗 赶紧给我上 慢着 我看你们谁敢动的 姑姑 我嘴 你别去 妈 两个年轻人呢 你还敢提他说话 上 不用留手 打死也无妨 有我在 你不用担心 哎呀外婆 哎呀外婆 外婆 你也可得为我做主啊 都是这个废物 他真的要把我打死了 哎呦 儿子你 画的 别给我蹭掉了 哎呦 你个杀剑道的 你居然敢对柳家的少爷斗志 我要把你碎石碗断 没想到柳家竟然出了一个戏精啊 我不过就是抓了一下他的手腕而已 怎么堂堂的柳家大公子 也开始讹人了 柳世青 你能要点脸不 禁耍这些讹人的小手段 怪不得 你妈总怕我跟你争家产 因为你自己不争气 你就是个扶不起的阿兜 我说什么话呢 被打的是我 外婆 你得为我做主啊 你看看他们两个 一唱一鹤的还在那狂 妈 今天这事我一定要个说法 请你替我们牧子二人做主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打你 我 我姐 我姐带着未婚夫上门 那我第一次见面 想着多说两句 那谁知道 他就不耐烦了 上来就打我 还扬言说 让我低调一点 以后要是见恶留下 那有我们好果子吃 你好大的胆子 如法 天哪 谁给你的权利 我还没死 不分青红造白 不会明辨是非 不知公平公正 你这个刘老太君当的 可真是眼瞎耳聋啊 放肆 真是犯到天哪 我现在就命令你跪下 给我道歉 然后滚出刘家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知道 肯定是痴青 对你无理在心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打他 但是 你看他的伤 确实 这样 你给他啊 道个歉 扔个转 柳叔叔 他就没受伤 你胡说八道什么 伤在我儿子身上 你当大家都是瞎的吗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废了他 真当柳家的门 是这么好近的吗 慢着 给我拿桶水过来 你算老姐 你说拿水就拿水啊 心虚了 我 我心虚什么 那就把水拿过来 拿水 妈 如果痴青身上的伤 确实是白玉京打伤的 我愿意替他承担责任 哈 拿水 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给你这位富家大公子 清理清理身上的污秽 我要去医院 白玉京我要杀了你 我要让你不得好死 这 这味道好像是鸭血的味 你不要胡说 这 这是我儿子身上受伤的血的 你 你不知道别乱说 我们家族做了几十年的鸭货生意 我非常确信 这就是鸭血 柳知青 你要是想做鸭子可以直说 你们留家家大业大 满足你这个简单的心愿 应该不难吧 大家看看 他头上哪里还有伤 他这分明就是磨了鸭血做出的伤 给我话惨一点 越惨越好 这 这是我伤口愈合的怪 小子 我告诉你 你死定了 那鸭血怎么说 鸭血 那是我昨天吃了三顿鸭血火锅 身上有的鸭味 老太君 你信吗 在场的人都看到了 到底是谁无理 老太君 怎么处置 好了好了 唠得我心烦 你也是 开玩笑也要注意分寸嘛 开玩笑 刘家老太君 你可真是会偷换概念 混淆是非啊 如果今天我没有自证清白 是不是就要被你活活打死 行了 把这里打扫一下 大家呢 都等着呢 别失了礼数 你去把衣服换了 别感冒了 奶奶 那有吃心灾脏险害我未婚夫 就 就这么算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计较那么多干什么 现在说是一家人 刚刚还喊打喊杀的 怎么 说的这么明淡 警告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得这么过分 给你添麻烦了 无妨 好戏还没结束 那 你可一定得给我的罪有恶劲 他白玉清这个无父无母的废物 他还敢跟我叫吧 你说他要是真的有这怎么留下 那不得踩到咱们头上拉屎 而且你放心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拉进入这无留下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毕师传人 到时候天游家库这番 想必定为大人一定会的行动 收拾不了面有个小辣子 我里边这些人就会混 感谢大家 专程前来为我祝寿 之前 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希望 不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寿宴 战事 开始 来 我姐说神都各大世家都尊 进 带你来参加我外博的寿宴 手上连点东西都 这也太不像话了 谁是我命的 到来 这把斩神飞刀 是我今日送给老太军的寿宁 据传言 斩神飞刀曾在上古时期斩杀过神仙 我祝老太军 松鹤炎炎 斩神飞刀 那不是 帝师传人随身携带的重宝 怎么会在你手上 这要是真的 那我这辈子可没算白毁 还能见得 宝刀真容 柳家要是得到了这把飞刀 完全可以当成镇族之宝 才能够下去啊 这真的是斩神飞刀 一把刀而已 你小子 脸皮可真厚 还一把刀而已 众所周知 斩神飞刀是帝师传人所拥有 怎么可能随便送人 你不知道从哪搞了一把高防品 就妄称这是斩神飞刀 小子 你不要脸 我们柳家还要脸呢 这么明目张胆的拿一把假刀来糊弄 这是完全不把我们老太亲放在眼里 岂止是不放在眼里 那简直是在故意羞辱啊 你如果是送不起礼物就不要送 我老太婆不差你这一份 金哥 这就是你给自己找的好夫婿 你许不把我们柳家人找回事 谁说这把刀是假的 它是货真价实的斩神飞刀 世间仅此一把 锋利无比 消帖如泥 谎言都被拆穿了还敢胡说 你说这是真的斩神飞刀 难不成你是帝师传人 不错 我正是帝师传人到悬山行走 你们看这把刀 倒是有些年头 说不定真的是斩神飞刀 这帝师传人说是要选飞 但至今还没有见到真如 仪表堂堂 临危不惧 这气质 难道真的是帝师传人亲临 会吧 你是帝师传人 那 那你选飞的是 别跟他们胡说 无计之谈 他是个屁 诸位 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我柳燕 有幸和帝师传人有所联系 虽然未见过那位大人的真容 但是我知道他叫叶璇 根本不姓白 不过 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知道一些帝师传人的底细 很可惜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真的帝师传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白玉京 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叶璇的 假冒帝师传人 你死定了 没人能救得了你 是吗 既然你们对那个叫叶璇的那么熟悉 不妨把他叫出来 我们当面对视一下 像你这样不知名的小人物大骗子 还妄想帝师传人可以亲临见你 别做梦了 妈 这样的人怎么能进我们柳家的门 赶紧把他赶出去 如果帝师传人怪罪下来 咱们是要受牵连的 白玉京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奶奶 住口 秦哥 你如果非要跟他在一起 今天该是我没有你这个孙女 我们柳家的家产 一分都拿不到 帝师传人 送柳家老太君受礼 斩神飞刀 祝老太君 长寿安康 看来这趟黄都之行 会有收获了 今天必须把这个冒牌坑逼出来 老生 谢过帝师传人 帝师传人托我给老太君捎句话 他肯定的孙女柳青哥十分在理 希望两家一起情境之好 能与帝师传人联姻 那是我另家的荣幸 大家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斩神飞刀 白玉京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既然你们那么相信 叶璇就是真的帝师传人 相信他送的这把刀就是斩神飞刀 那不妨让两把刀不砍断了那一把 自然就是假的 好啊 我看你死鸭子嘴硬到什么时候 马上叫原形毕露了 我等也有幸沾沾喜气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老神眼拙 没能认出帝师传人 莫怪莫怪 快请上次了 等一下 错了 我拿反了 断掉的是白玉京的刀 叶璇才是真的帝师传人 白玉京是冒盘货 姑姑 你怎么能电脑黑白呢 明明是叶璇的刀断了 我看得将就出处 刀拿在我手上 自然是我看得最清楚 绝对不会有错 大家想一想 姓白的是个什么东西 在座的哪一个不比他强 如果这个垃圾都能当上帝师传人的话 那我们都能当了 这两把刀一模一样 完全分不清真假 事实摆在眼前 白玉京 滚吧 我为何要滚 柳青哥是我的未婚妻 那我也算是半个柳瞎人 你是耳龙眼瞎吗 帝师传人派人送来了斩神飞刀 那就是聘你 柳青哥迟早是要嫁给帝师传人到飞子 不管你说什么 柳青哥我举定了 如果那个所谓的帝师传人要跟我抢的话 你让他亲自过来 像你这样的小虾 你还闻不到帝师传人亲自过来对付 他挥下的两大护法 八翻神和铁尔神就在房子 我可以立刻派人请他们过来 送你上路 好啊 我等着 怎么叫这两个名字 难道帝师传人和神日组织有关系 通知帝师传人挥下的两大护法 让他们前来收拾一个冒犯传人的小杂鱼 两位护法就在赶来的路上 我就等着看你下会求饶 好 既然你想看 我可以给你机会 不过跪在地上的一定不会是我 那你就等着哭吧 一会我给你打掩护 你先逃走 我会找人建议你的 你先出去躲躲 别皮疯疼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 别逞强 刘德青人在不怕没摘手 要是命都没了 要什么都没用了 刘叔叔你不用担心 我有自己的打算 你等着便是 帝师传人挥下 两大护法 八番神和提尔神到 李老太君 邪柳家子孙 参见两位护法 有事也云 还请见谅 宋家主参见两位护法 宁家主参见两位护法 丁家主参见两位护法 白玉京 见到两位护法你还不贵 给他们贵 他们不配 你们不是号称 帝师传人的护法吗 我便是帝师传人 见到我 为何不贵 小子 你挺狂的 敢冒充主人 帝师传人 那是何等身份 正国运 退外敌 风华绝代人 举世无双 连他一看多反倒不少 你们对帝师传人的认知 我倒是挺认识 不过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觉得恶心啊 白玉京 你马上就要见阎王了 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确实有人要上路 不过这里 不是我 而是他们 我已经有五个小时没杀人了 小子 你来得正好 希望你不要死得太快 哈哈哈哈 就没意思 要不先道个歉吧 保密要紧 我没想到姑姑 会把这两尊神起来 神 他们算什么神 一身刑技 令人作物 保密要紧 先活下来再说 刘叔叔 清哥 你们放心吧 这两个人在我眼里 已经是两军死尸人 杀他们 一如凡尘 哈哈哈哈哈哈 有意思 小哥 看在你不知死活的份上 我今天就开开恩 给你一个痛快 好啊 我向来也不喜欢麻烦 能一招解决 从不出第二场 你们都看清楚了 为何我手里这把刀 成之为战神飞刀 一起上 如你所愿 小子 希望你不要太弱 陪我们俩玩玩 恐怕你没这个机会 这这这这 垃圾 白玉京 你居然杀了两大护法 两大护法算什么 就算是叶玄本人来了 我也照应杀他 好 很好 白玉京 你死定了 你不是想见帝师传人真容吗 你等着 我这就去请 你给我等着 你等死一步 你想死 别勉励我们刘虾 两大护法是帝师传人的左右手 极为重要的手 他们两个死 帝师传人一定不会善罢翻凶 你这个丧门星 还没有信我们刘虾门 就已经给我们惹这么大了 我就是帝师传人 那个什么叶玄 的确是假冒的 所以你们柳家 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我看你是做梦 还没醒呢吧 以为自己有两下伸手 就能上天入地了 老太君 如今之计 只有一法 就是把他们父女两个 全部都赶出柳家 立即撇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事是柳燕挑起的 要不是他们母子两个人 上蹿下跳 会闹到这一步吗 真不知道 你们柳家 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好不容易有两个名市里的人 还被你们给赶走了 白雨昕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分 你一刻滚出去 我们柳家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你们两个 从现在开始 你们被逐出柳家 我走 可以 那也得你们柳家 全租贵宗 都什么时候 还在装兵 不装明死啊 别跟他废话了 那就是个神志不清的疯子 把他赶紧赶出去 谁说白先生是疯子的 眼瞎了吗 神都霸王齐恶梅 参见帝师大人 去了吧 神都霸王 你 你真的是帝师传人 原来如此 怪不得是曾奇蟹甲 对他如此客气 因为 他是真正的帝师传人 我闺女这是捡到宝了呀 哈哈 心悲我对他态度也都不错了 帝师传人在此 你们还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哎呀呀 这真是大水冲的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都怪老师啊 言最大 老眼昏花 莫怪 莫怪啊 瞧瞧我的猪脑子 能够操控斩神飞刀 一刀就解决了两位护法 那不是帝师传人 谁还有这个识别 可不是吧 我们刚才啊 是被猪油盲了心 还望帝师传人 莫怪莫怪 不要跟我们这些小人物 一般见识啊 现在倒是和气了 不喊打喊杀了 不让我滚了呀 滚什么滚 那都是诱惠 魔术里面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 都怪他们母子从中挑拨 才发生之前那么多的事情 幸好啊 帝师传人 大人有大量 不跟我们一般计较啊 你放心 我一会儿 就把他们母子 赶出去 是是是是 我早看那个柳燕不是你 她的儿子明明姓张 非要改成姓名 这不是司马迁之心 不能皆知吗 就是为了继承 咱们柳家的财产 就是 我看啊 把他们赶出去 处罚是太轻了 就应该关他们一辈子 历史传人 您看 该怎么处置啊 怎么处置 是你们自己的家事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秦哥 我们走吧 去挥挥那个叶玄 我做事 从来不会做到 带来 我是说过 如果我走 柳家得全家贵宋吧 哦 柳家 贵宋帝师传人 公宋帝师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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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哥 柳秦哥 之前答应做你的未婚夫呢 是因为我想借此机会 调查有人冒松我的对战事情 如今有了眉目 你果都是自由生了 你 你们柳家 不用跟着我冒险了 你才不是自由生的 协议还在生肖期内 你不能扔下我不管 你去打坏人 我们柳家帮你 没错 只要帝师传人一句话 我们柳家一定全力享受 这背后 可能隐藏着一个 离破坏真相我运为目的的 极大组织 神域 我再给你们一分钟考虑事情 不用考虑 中下不容外敌侵略 我被 有责任邪帝师传人 铲除外贼 你让我住下 好 柳叔叔 你回去收拢柳家势力 你 回去整顿神都市 遵帝师传人令 你 你就跟我去找叶寻吧 好 有家有烟 鞋子有痴青 你 即使是 即使叫我干什么 是谈柳青哥嫁我为非的事 不用那么着急 晚上把他送过来就行了 嗯 嗯 记得说要性改一下 要求我满意了 以后少不了你跟柳家的好处 倒不是这件事情 大人 现中间柳家也出现一个人 自称的帝师传人 他不当那么聪明 还动手杀了 八番神和铁耳神养灰护法 请大人亲自前往 处置这个冒跑户 我 大人您请息怒 我们柳家一定会助您 产出那个外类的 产出你妹 老子要赶紧跑路 妈 这帝师传人 怎么看着有点慌啊 别胡说 这是愤怒 白鱼精这次死定了 还有柳青哥的小贱人 一定有这次机会 要得看出柳家 帝师传人事 不用教授 我来了 你还真是无知者无畏 居然还刚跑来找帝师传人 不过这样也好 省的大人还要终衡跑一趟柳家 在这儿就能处置人 白鱼精 您的死亲到了 准备好一眼了 帝师传人一扒的 就能把你拍死 那你倒是清楚问问他 到底谁是帝师传人 他有没有这种能力 你把他拍死他 你在粉丝面前 您还敢门出 大人 请您出手 处置这个垃圾 大人 你 大人 你 你这是干什么 我可是你的忠实用复权 你不是应该出去这个冒玩火的才对吗 不过 你还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 你到现在还没弄清楚 这个叶玄 才是冒寒乎 你何说 我不相信 叶玄大人 你这个小子让人说的不是真的 你才是真的地势团人的 地势团人 您在和我们开玩笑是不是 两个蠢祸 是不是等他杀了你们两个 你们才能明白 我确实不是地势传人 我是神秘组织的洛基 得知地势传人下山奉命伪装 扰乱整个忠相 现在忠相都知道你地势传人 交尸位联益大肆想飞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呀 扰乱整个忠相 真是印象天开了 有我白玉精散 过不了多久 就让你神秘组织出名 你全是个假的 你是个骗子 你骗的我好惨你 若不是你自己心术不证人 岂会轻易被我骗 您想把柳家大小给加出去 让你这个儿子继承家产 还想把柳家 你别说 我给你骗了 你这阴脉勾击外邦 扰乱中下国运 满门抄斩 你肯定是活不下去了 我先送你一程吧 不过你放心 其他人 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了 哥 败坏你帝师传人的名声 只是开胃菜而已 我此次任务的最大问题 就是引出你这儿 你这个连环机盘有点连事 不过 你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是 什么 那就是在我的眼中 这帮人不过就是垃圾的人 处理垃圾 一个和八个 没有区别 狂妄 我们神与八尊神 对付你一个帝师传人绰绰勇 更何况你还带着一个脱油瓶 死我一条 你 等一下你别忘了 谁可以斩杀他们 放心吧 骞哥 有我在 你们我都不会有个事 不过就是一群垃圾 还找忘成神 好啊 难兵的战神飞刀 他们上步 用杀 小心 退步 当年白甲女士 是不是神域组织所为 是我 不是我 因为什么 为何弄得烧鸽 我叫我报告你 又不是你把我杀了 你杀我吧 你永远只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你以为我不敢 在我掐死你之前 最好给我说出真相 否则 啊 我说我说 你别杀了 当年是白姆和萧李 要对付我们神域组织 所以才是灭门的 都有谁参与 谁是哪些 以白家当年的实力 若不是有人出卖 怎么可能那么会得灭的 一定有犯的 说 我 我不知道 当年的神域组织 我没有直接发育 我不知道事情 兄弟放过好不好 你确定 我发神 如果我说我半句话话 我 我不能好死 那你可以去死了 白先生 外面有几只杂鱼想要逃走 以及清理干净 好 处理一下 还有人 刘远玄称柳言和叶玄等人失踪 不要暴露我的地势传人身份 以免打草惊剑 是 白先生 白家命门案的元凶 我查到了 是谁 接着 小二叔 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白先生 当年 当年白家和肖家是一起行动的 为何 白家被灭 肖家 却没有事 我猜一下 这个肖家一定有问题 于是我开始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 当年 白家灭门案的知情人还有一个 此人 正是肖孙 和尔徒 就是他 小二叔 你不想解释一下 我要说了 我只知道 你若不说 明年今日 便是你的中年期 我说 当年 我确实有接触过 神域组织 他们给了我 很多利益 保身来了 但是我知道大哥 要对付的是神域组织 为保身 为条件 为条件 我出卖了他们 结果 白家被灭 我大哥为了救你 也死了 你一个臭杀 请该连自己的人都出卖 还把自私大怪干死了 我并不知道 小李河做的是白家 我也想为了小家考虑啊 既然你是神域组织的人 想必 你对他的组织结构一定要了解 说吧 神域幕后的人是谁 这样我真不知道 我就是一个小喽喽 我就是地位不高 基础不向高潮 李河 你就看在我大哥的身上 李河 扰了我一次嘛 我把我知道的 所有东西都告诉你 李河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扰了我一次嘛 我给你跪下磕头 你把他的大哥都出卖了 那么想必 他们对你这段同龄状 一定很重视吧 错 背后这人是谁 我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谁属性有多厉害 这个我真不知道背后是谁啊 拖出去问高 记住 别让狗一狗咬死 从腿开始给我硬抄硬抄的咬 什么时候开口 什么时候松开 是 我说 我说 说 再来说好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住死 是 是帝都河定山 代后 东方 白先生 河家是帝都名闻 四大战神的老师 这个家族 盛强到了十亿雄厚 何十亿就是他的女儿 小米燕 则是他的万岁女 真没想到 神域组织已经胜斗到了这个地步 竟然是四大战神的老师 不尽快进去 后患无穷 白先生 河定山马上要举办清零宴 就这么一切算 这个人怎么处理 现在就杀 别 别杀我 别杀我 有我最后一条口令 为你修理 修理 修理 先留他多活几日 到时候 将他拉到青零宴上 当众解法河定山的罪行 准备 你还没有看见 白玉京 你来这里干什么 白玉京 我二叔失踪了 这件事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小泰小姐 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吗 玉京现在是我的未婚夫 跟你们小姐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二叔不见了 潘玉京什么事啊 怎么没关系啊 我二叔之前对他不客气 说不定 他就是怀奔在心 下次抱我 小小肖家 你们配让玉京怀奔在心吗 潘玉京 看来你并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啼酒想不靠别人 你今天来参加清云宴 是想得到我外所父的亲爱的 你做梦 别有待 你休想别吵 你可真是太可笑了 你联合柳家和齐家打压我们小姐 现在还想得到我外所父的青睐 你 你倒是进水吧 我劝你啊 还是认清自己 脚踏实地 不要想着借别人的威风 成就自己 万一人家哪天玩腻了 一脚把你踢开 你靠什么养活自信 小大小姐 还说我呢 那你们今天 为何会参加清云宴呢 你们还不是想借助河定山的势力 帮助于萧家东山再起 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自立 自强 这是我娘家 何定山是我爸 我们来找他帮忙 天经地义 你算什么东西 口口声声一个娘家 一个外祖父 但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至亲之人 这些年来是怎么对你们的 难道你们心里没有数吗 在他的眼中 你们跟陌生人 有很大区别吗 你说的对 外祖父盲 我们疏于联系 但血浓与水 不是你一个外人的不得的 肖大小姐 这次你借势 必然不会成功 既然注定是白忙一场 倒不如早点回去 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或许萧家 以后还有种子 销售的四千托我照顾萧家 当年的事 他们也不知情 我也不至于赶尽上去 新白的 那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金鱼宴虽然有叫无泪 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你随便进去的 他必须设有邀请谈的 那你有吗 你没有邀请谈 我看你怎么进去 你是准备磕头 爬着进去吗 我看啊 你们可以试试 台玉京 该放弃的人是你 你连这宴会的门都进不去 还是趁早死了那条 贪腹我外祖父的心 稍扫一张刀死他耳朵 好漂亮 果然 又是坑 是这样 别理他们 能进去吗 该死的白玉京 等会儿 我会让他好好看 爸 但成事要紧 他只想着靠别人 不定是成长事 我们不用跟他计较 不值得 快进去吧 清云宴就快开始了 咱们得早点见到外祖父 何老先生到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烧数百年 我和第三 今天在此举办 清云宴 不畏扬名立万 不畏无方百事 只为忠下 宣拔人才 为忠下 未来的发展 贡献我们 延伯之力 长得倒是人无狗人 说的也挺官民同房的 要是不知道他的底线 真容易被骗 那这些人 不是世家者地 但是功勋贵族 掌握了这些人 再发展成神域组织的意愿 以后渗透到忠下的方道路面 危害不可想象 这个生命组织 真是好算计 何老不愧是忠下真神 有您在 这忠下 一定会越来越繁荣 您这把年纪 完全可以退休 享清福了 却还在为培养人才 担经节律 堪称当代圣人 忠下又何老 乃是国之大幸啊 哈哈哈哈 谬赞 大家谬赞了 师父领进门 这个修行呢 还要靠个人 能不能成才 还要看他自己的发展 我呢 只是在这儿 发挥旅乐而已 好了 开始吧 想必 大家 一定不着急了 拜师礼开始 请献礼 康家英才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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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寿徒义府 一年啊 一年没见 你一年怎么独当一面 以后 常来外祖父这里 你大 总想着啊 晚辈 成欢吉乡 外祖父 我以后一定经常来看你 拜师礼 送的就是你个心而已 送什么重要 无法 白玉京 送 送牌位一张 牌位 什么牌位 难不成是古董 不是古董 上面的七还是新刷的 牌位上的名字 是你 何定山 白玉京 你疯了吗 你敢给我爸送牌位 你是想抓他死吗 他是这样 是不是从每个精神病 让你跑出来的 胆敢触怒忠夏真神 有十个脑袋 够他砍死 砍头算什么 应该把他祖宗十八代的 奋斗跑了 看看他们造了什么年 生出这么个货害 白玉京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今日 也是来斩神的 我今日 也是来斩神的 还敢斩神 你咋不上亲啊 我们一人一口多么 也能把你奸 何老先生 德高望重 我忠下上下 谁不称赞有加 这人是从哪冒出来的 他一定是敌国派来的奸细 故意恶心何老 对 奸细叛徒 应该迷迟出死 迷迟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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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静 大家静静 这位小伙子 你口口声声说斩神 看来 你对我很不满的样子 你说说 你打算 整个个斩神呢 我今日 便要在这清云宴上 当着所有世家旁门的面 揭穿你的真命 然后当众剁掉你的狗头 斩掉你这座 所谓的真神 受不了了 这么侮辱好了 是用刀 下完一用 我要把他的狗头挖起来 直接砍死他 太便宜了 他若喜欢天天凤水泡 我们就把他嘴中的驴驴 天天要到吃屎 对 我们不要上大当 他肯定是来搅乱我们败试验 保安 保安 让保安把他拖出去 等败试验结束 我们再好好搜索他 今日我要斩神 狗人的难 我们送个大战神 来回来的住 我青龙战神 我白虎战神 我朱雀战神 我玄武战神 拦不拦得住 你们还不够格 还有谁 我康家 拦不拦得住 我卢家 拦不拦得住 我乔家 向家 我左家 我万家 拦不拦得住 还有我们萧家 中下万万民 拦不拦得住 拦不住 就凭你们 也能代表万万民 白玉京 何老和整个中下的国运相遇 你这是要企图颠覆国运 和整个中下为敌吗 好大的一顶高帽子 你问问何定山 他敢带你 白玉京 你闹够了没有 你哪来的勇气 干把天都给突破了 白先生的勇气 来源于黄古柳家 白先生的勇气 来自我神都奇家 两道世家又不够 在人数上 我们可以占有绝对的优势 完全碾压 人多又怎样 个个都是不明是非的蠢货 那全都进水了 通敌叛国的是你们 等着朱九族吧 顶级家族又如何 马上你们就会成为阶下球 等着球后问掌吧 我不想杀人 我始终认为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都有他自己的使命 但是 对于那些通敌卖国 颠覆国运的人 我却不容忍 你们四 把白玉京等人 拔皮抽筋 作为青云燕子开胃菜 敌天 是 谨尊老司令 四大战神 每一位都可抵千军万马 四人联手 定是所相披靡 无人可抵 白玉京 我看你如何反抗 无人能抵 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话 根本不值一提 你们退后 我一人 足矣 不值死活 狂妄之习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们的四神阵 楼尹 受死吧 要打就打 哪那么多废话 你居然修成了波动冥王法下 精根不坏心 是不可能 他一定是在虚招生死 老师说过 这世间灵气稀薄 规则不全 哥哥无法修成法下真身 就连咱们四神的法下 也是残缺的 不要拿我跟你们比 不动冥王法下算什么 很厉害 不好意思 我早已突破了新的境界 一力阵弯法 拉子 还敢妄称四大战神 不过是四大阵狗罢了 小子 没想到 你还有两把刷子 不过那又怎么样 在何老这段真神面前 你 必死无疑 是啊 萤火之光 岂能以浩月整会 何老师世间战力巅峰 无人能击 请何老出手 镇压此贼 请何老出手 镇压此贼 你能够打败四大战神 你也算是英才 我可以破例 给你一次机会 跪下 磕头认错 请拜师礼 尊我为师 我可以收你为徒 助你改一些归正 爸 他就是个废物垃圾 你为什么要给他机会 要不是他打压 我们萧家何故致辞 是啊 何老 他对你如此无礼 您竟然要收他为徒 这 是不是太便宜了 年轻人嘛 总是会犯错的 如果引入正途 也算是他的造化 听见没有 何老大量 要收你为徒 还不跪下远坐 何老不愧是 忠下格运的承载者 如此心胸 我等 自愧不如 陈玉京 我外祖父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你闯了那么大的货 他都能原谅你 赎金 也只有我外祖父能护你周全了 护我周全 我看他是胖了 正途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觉得那么讽刺呢 难道你非要闹得两败俱伤 生死到消的下场吗 两败俱伤 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让我受伤 天才 总是会走腰的 既然 你不愿意踏入正途 那我也就只能 松松金骨 送你这个天才 入轮回重新投胎了 把我剑侠打开 这剑 谁能告诉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赫老怎么会 赫老 您这是还想给他机会 留守吗 别再给他把我幻想了 直接杀了他 我也想的啥呀 可是我没想到 即使传人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如此恐怖的程度 远超我的想象了 你们都是眼下了吗 看不见他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杀他 必如反掌 白玉京 你不要脸 你不加入我 我父亲还没准备好 你就出手 对 重新比 你胜之不无 和老师忠下武道巅峰 不可能输 定是你耍了手段 卑鄙小人 有种重新比 和老一定会秒杀你的 实力不尽 就算是给他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的机会 他照样行不了 我今天不是来过家家的 我是来杀人的 裴玉京 你不能杀我外祖父 萧大小姐 我是答应过萧叔叔照顾你 但是不包括这个河定山 你 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 我不是要用我的面子 你也是忠下人 你应该清楚 我祖父在忠下的身份和地位 你不能杀他 他是忠下的图腾象征 人间真神 你不能斩神坏忠下国运 戴玉京 你这是要成为千古罪人 被人勇施唾骂吗 今日我不杀他 我才是千古罪神 你们可知 这个河定山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他乃是神域组织在忠下的头领 代号 神域东皇 可能 你休想往河老身上泼脏水 那神域组织我也有所耳闻 那是西方势力和扶桑国为了阻扰忠下做大 而成命的破坏组织 何老他身为忠下住时 又怎么会是神域组织的头领 我不信 这不可能 我何家百年极业 为了忠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岂是你几句话就能污蔑的 我劝你赶紧放了我父亲 或许还能让你死痛快一点 我若是没有证据 有机会随意动手 这个河定山 于我不仅有国仇 还有家恨 当年 便是他亲自下令 灭我白家满门 也是他 袭击了萧叔叔 若不是萧叔叔当年拼死保我 那真相将被永远掩埋 你放心 那可是我父亲的亲女婿 他不可能干我这种事情 韩玉京 说话要讲证据 你有吗 没有 那就是诬陷 要证据是吗 好 那就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 把人带上来 走 你受伤了 白先生 我没有受伤 身上的这些血 是神域组织那些砸碎的 他们营救不成就想灭口 已经被我们尽数干杀 只可惜 没能留下活口 无妨 有他便够了 韩玉京 果然是你绑架了我二叔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就因为我拒绝你 你就要抓着我们萧大人不放吗 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 萧大小姐 我希望你有点自知之明 不要太高看自己了 这个萧森 早就被神域组织收买了 他 就是当年告密的叛徒 也是他 导致了白家满门被斩 让萧叔叔生死的罪魁祸首 二叔 二叔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说的是真的吗 当年的灭门惨剧 是你告的灭 是我 可是当时我也是有苦衷的呀 我 我也不说的话 死的就不是我大哥一个人了 是 是我们小姐跟白家一样 被灭 那我外祖父呢 他真的是神域组织的头领 东皇 是他 当年那些重要的杀令 都是他下的 包括白家被灭门 还有我大哥被追杀 都是他 都是他 白玉京 看来你想害我们何家和萧家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居然处心积虑 下了这么大一盘棋 杀人诛心 就算我父亲能自证清白 也会被人诟病 影响他在中下的生日 证据都摆在眼前了 你竟然还在狡辩 真是可笑 可笑的是你 你以为你精心策划这些 我父亲就能被治罪吗 你错了 我父亲在中下人的心里 是不同窒息的 你们相信 我父亲是神域组织的头领吗 你们相信 他能危害中下吗 我相信何老的为人 我也不信 中下 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 但何老绝对不会 我们都不信 我们都不信 白玉京放了何老 回头是岸 你不要再吃密屋了 你们还真是愚蠢的无可救药 他是给你们下了什么迷魂咒 这人正皱在眼前 你们怎么还不相信呢 小色 是不是白玉京威胁你这么做的 你别怕 我们都会为你撑腰 我什么都说了 他们不信呢 就算你 知道我是得不慌 又不如我 我在东下 经营了几十年 为的就是今天 现在 整个东下 没人敢掌握这只尊神 白玉京 你以为你今日敢杀我父亲 你就敢杀我们所有人吗 今天 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 你就休想走出去一步 我们要以中下注使共存王 与河岛共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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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京 你要是杀了河岛 今天先从我们的尸体探过去 白玉京 你还不松手 难道你想血洗帝多吗 在这里聚集的是整个中下的精水力量 如果他们死在这里 整个中下就会元气大胜 直接沦为二流过多 这样的结果 你能叹得起吗 谭玉京 你看清楚了吗 你精心筹缪的这一切 在民意面前不堪一击 我祖父的功绩 不是谁都能随意抹杀和污蔑的 你就别挣扎了 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事已至此 你的命肯定是绑不住了 我会看在我们两家交情的份上 让你保住白家祖坟 不让仙人富士荒野 我白家的祖坟 用不着你操心 我自己会守 至于这个河定山 我今日必杀人 不不不不 白玉京 你别动手 你要什么 我都给你 我把我抗家所有的财产都给你 那可是价值千亿 几辈子都花不完的 白玉京 只要你放过河老 你提什么条件 你都答应 白玉京 你想好了再回答 这样破天财富 没有任何一个人 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它 你们这些财富 我若是想要 破手可得 可惜啊 我不稀罕 白玉京 今天 就是我们拼了命 要将你斩杀 冥完不灵 那今日 我便废去你们一身修为 让你们重新学做人 河定山 现在 轮到你上路了 不要 白玉京 那马上彻底完了 这 那浩天 你敢杀害河老 我康家家主在此起誓 白玉京杀害河老 我与此人不共戴天 我康家 他 不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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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个不死不休 我怕你们 没这个资格 你闯下如此大祸 国主不会放过你 中下人不会放过你 无人能救 现在 你满意了 敢抵抗民意的 放眼整个中下就只有一人 那就是道玄山上 那位神秘的帝师长 跟他比 你又算什么 接下来 你该不会想说 你就是帝师吧 毕竟像你这样的骗子 最善于伪装 他当然 现在 还不是 拜拜 帝师 大家都起来吧 真的是帝师 真的是帝师 因为他身上穿的是 国主赠米的帝师袍 承载着国运 所以无声可以回走 白玉京 能治你的人来了 帝师 你修为通天 中下独义 现在 你还敢狂言 你无人可敌吗 帝师大人 这小子 他不举费了四大战士的修为 而且还杀害了何老 罪无可恕啊 韩玉京 自己做下的念 你自己承担吧 师父在上 请生徒儿一拜 这是 徒弟 怎么回事 师父 你这个 你竟然真的是传人吗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怎么肯是帝师传人 我知道 他肯定是招着自己有几分本事 就想让帝师现场出他为徒 然后免于其则 一定是这样的 帝师只有一个徒弟 那就是白先生 白先生 是维基的帝师传人 这一点 我齐献甲可以作证 我以神都霸王身份 替白先生作证 他就是忠夏帝师传人 我柳爵上也可证明 白先生 就是帝师传人 我柳青哥作证 如有维心说谎 不得好死 真的是我错了吗 他一直都没有说谎 帝师 你可要说句公道话 白玉京 他真的是帝师传人吗 这一趟辛苦了 诸位 白玉京 他是我唯一的徒弟 也就是帝师的传人 到玄山行走 此次下山 救出了神域组织的木头黑手 也就是河定山 他在忠夏潜仓度年 策划了多起破坏事件 危害无穷 是忠夏的一大毒瘤 我的徒儿 他不是你们口中的骗子 他是真正的英雄 诸位 诸位 正大你们的眼睛 看清楚了 不要让英雄寒星啊 妈 原来到头了 笑话是我自己 帝师传人就在眼前 可是我一次次的侮辱 一次次的往外推 玉京 徒儿在 准备一下 正好大家都在 我现在 就把帝师之位 传与你 师父 您体态康健 为何 这么着急要将帝师之位 传与你 哈哈哈 老了老了 也该让你们年轻人上来了 况且帝师之位 在宠夏 只有第一人才能承认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一年前 你的实力 就已经在我之上了 如若不是因为下山的事情 一年前 就应该传为你了 好 徒儿 谢过师父 从今往后 钟下 就由你来守护了 快谢帝师 我主使者到 请先任帝师 白玉京 召发 截旨 帝师 帝师白玉京 品行端正 为人正直 除奸惩 罚出忠夏毒瘤 封功伟绩 将载入史册 特封 镇 伯侯 领封 拜见帝师 拜见镇伯侯 愿我忠夏毒瘡 你这一天 又被封帝师 又被封镇国猴的 双喜临门呀 要不 我再跟你加一喜 什么喜 和我领个证 结婚 怎么 你不愿意 我们可是有协议在的 你不能反悔 我愿意 等我们今晚婚 再生一个宝宝吧 那 我要三个 阿姨姐 如果当初 我没有拒绝你 是不是现在 站在你身边的 就是我了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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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